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自加拿大的流利学 用它的自然农法 把别人不要的厨余变成有价值的堆肥 种出甘甜鲜美的有机蔬菜 用行动守护台湾土地 人们叫他老树爸爸 洪玉民用每一天为在地的百年老树奔走请益 二十年来 亲手救回上百棵老树 通过清创法 把里面腐朽的寄生的虫把它挖掉 透过煤油用火去把它碳化 把木质布碳化 避免一直腐朽进去 然后这过程中一些害种也会走开 也会消灭掉 就是这一股来自草根的力量 才能在现代水泥丛林中保留一块绿色的美丽净土 将绿色带入居家生活 室内设计师张文信以竹工艺绿色设计 夺得多项国际大奖 全来自于他的一个转念 一个行动 用绿色创新设计 张文信将纺织公司 变身绿色概念空间 为传统产业带来新的循环 台湾的设计可以帮助传统产业 做upgrade的 那这upgrade里面的核心价值 我们把它定位在就是做绿色设计 因为这个绿色设计是全世界都要的 三峡城福火小孩子们的一天就从生态记录开始 它直接亲身接触 发现动物的美 动物的感动 那这个东西直接在生命里面留下印记的 我觉得是更让它能够爱护动物 只要一个行动 就能改变人与环境的关系 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从一日绿生活来信 新党的状况台湾不担心